另外一个范例 那里面的话当然 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当然第一个我会把一些重点再稍微回顾一下 所以回去的话 假如你找不到那个相对应的答案 所以请记得云端那个位置 然后云端白板里面上面都会有对应到的那个答案 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 包含就是说上个礼拜讲到那个151这个题目 的答案在上面都有 你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话连续的影片在上面都有 那里面包含呢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制定函数 VBA里面怎么制定函数 那个制定函数是刚好是你量身定做 也就是你的工作里面刚刚好是有这个函数 不过前提是他不是内建的 是你要自己写出来的 那他的做法一定是在那个VBA的环境里面 然后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一定要方选 OK那特别主要跟SARP最大不一样是 他是要跟使用者互动 就是说他会跟使用者要几个资料 那会把要的资料带进来之后 串接完或者是处理完 然后再把结果丢回去给方选自己本身 OK如果这个逻辑大概都差不多 流程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个 假如说做怎么去制定函数不是很熟 或者不是很清楚的话也许你可以再把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 或者是最好是自己可以平常带一个笔记本吧 稍微把它做个笔记 那当然云端上也有了 也有那个最后做完的SARP跟那个方选 所以这一段是会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方选 名称叫手机 然后跟使用者要一二三 他会跳三个 等于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讯息 然后会有三个资料 那三个资料分别就是说 跟他要蒙 第一线蒙号 然后要一个什么呢 区码 要一个莫码 然后过来之后的话 把资料带到这边之后 再串接完的结果再丢回给自己本身 OK 所以这个地方会一样 另外有一个是范围 范围就是不用选三个 也就是这边的话呢 他的跳出来就只会要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那你就选一个范围 过来 当然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必须要切割它 所以把那个范围先丢给一个A A的话是一个变数 暂时存放你放的那三个东西的一个范围 所以它是一个阵列 OK 连续的其实范围就是一个阵列 然后呢 我们再去做切割 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 OK 那大概这样 所以回去的话尽量可以找相关的案例 工作上如果有类似东西 你也许多多做练习 因为这种东西做久了就熟了 其实是说这不用特别去背它 你会你其实用久了就会了 它其实还 我是觉得还 可能用到熟之后就很直觉了 当然你也不用刻意去背它 我建议你也许把它当范本吧 写在某个地方 或者是说记得云端买本的位置 如果忘记没关系 你就是直接再去开启它 那云端上面的资料 不是只有电脑可以开启 手机也可以开启 也就是你随时 像我的习惯我把云端买本也当成是我背课的一个资料来源 比如我看一下我上面的云端买本 我就知道说 大概上课内容会有哪一些 所以云端其实很方便 我觉得因为它第一个五指化 第二个你走到哪都可以 现在人应该什么都可以忘记带 但手机绝对不会忘记带 忘记带就会不安全感 像我老婆每次忘记带手机 你赶快手机 赶快出门的时候顺便 可不可以带来给我 我说你手机没关系吧 不行不行 它感觉好像没有手机 就格外的没安全感 OK 所以呢 假设以后如果你要放一点东西在上面 我建议手机上面 要不然你就就是直接输入那个嘛 输入我们上课那个网址嘛 在手机里面 又把它锁起来 所以允许你们可以下载 那你可以下载之后再丢到你云端上面也OK啦 那以后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哪个时候 这个云端将来如果 因为现在是我共用出来你们才可以看得到 但如果将来我没有共用出来你就看不到 OK 所以特别注意 课程中有结束的时候 对 所以目前一定是OK看得到 但未来如果你想备份 永久有这个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备份 那好处就是以后 反正你只要上过东西 你就照着修改一下吧 至少你有东西可以改 比你无中生有来了简单太多了 OK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上礼拜也有把这个再改成151的刮斧字串 那如果要做一个什么刮斧字串函数的话 那那个方圈该怎么写 不过又比那个手机函数又来得更困难 答案在这边 这个方圈 它里面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要过来之后的话 会多几个东西 比如说找前刮斧的位置 找后刮斧的位置 如果它不等于0 因为找不到是等于0 那如果不等于0的话 才去做MID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丢一个空的给它 为什么要丢空的给它 因为我们最后 如果你不丢一个什么空的 这叫空字串的话 它的预设值等于0 所以如果它什么事都没做的话 它回来给你一个0 那我们要避免有给一个0的状况发生 那我们会多一个else 有没有 if 所以以后呢 在VBA里面 假设你要执行一个逻辑判断的话 只有一个if就一重逻辑嘛 多一个else就两重逻辑 那还有多重逻辑 这边架构都一样 if else and if 另外的话 then的话就是 这个地方就要执行 如果它为true的时候 所以这边一定是个条件 那如果这个条件有不止一个 比如说你有两个 三个四个的话 那你还要想到是连击还是交集 有没有 如果交集就and a不等于1 有没有 然后呢 或者是或的话 或就是连击啦 其中 我为什么呢 偶尔 a跟不等于1 或者是b不等于也可以 其实这边的话 我其实少写了 其实我觉得b不写 也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有没有 或者是b 什么b不等于0 或 这个地方你不能 如果你用and的话 现在两个都一定要是不等于0 那也就是逻辑判断里面 常用的一定是and或偶尔 其实大概逻辑 不外乎就是一重两重多重 然后再连击跟交集 如果你懂这些东西 并且会善用在我们的VBA 或者ecell里面的话 其实就足够一般性的使用了 ok 所以今天的话 重点就是讲什么 讲逻辑 也就是今天的话 请各位 待会先帮我开启逻辑函数 第二个单元 逻辑函数 那逻辑函数开起来之后的话 第一个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要判断 合格不合格的话 当然我想 第一道题是最简单的 因为合格不合格的话 一幅应该大部分同学应该都会 没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要做出 逻辑判断是多重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成绩一般是大于等于60是及格 反之是不及格 可是如果今天我换一个条件 假如说它大于等于80分之A 再来大于等于70分到80分是B 60分到70分是C 反之是D的话 比如说我们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那这里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可以分成 用那个函数来做 再来的话可以怎么样 再改成用VBI来做 如果两个你都会的话 以后你可以把同样逻辑 套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另外还有end跟of 所以我们先切到if if里面的话 第一个 及不及格 那当然我们这样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找到逻辑函数 OK 逻辑应该吗 前面我们还用过ifl 不过未来你也可以 第一个逻辑 logit test 就是你逻辑是什么 如果这个成绩假如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就是给它合格 反之的话就是不合格 那我就直接输入了 这个我想应该比较一般性的 比较没有问题 这个是如果这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那这个如果不为true的时候就false false的话其实就是 有点像刚刚看到那个VBA里面的else 这个是如果为true的时候 如果else的话 那按确定 当然向下填满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 不过如果我要修改 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我要多一个逻辑判断 多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就是多重判断 如果我像这个是A 这个是C 这个是D 这个是B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用多重的判断的话 那当然我一样 插入函数用if 不过会有个问题 它逻辑只有一个 可是我有ABCD 那怎么办 OK 所以你可以用在函数里面可以用潮状的 if里面可以再加一幅 if里面再加一幅 if里面再加一幅最多我印象中它里面有说明好像最多可以七成就是七个一幅 那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做 这个也许待会可以想想看 另外的话 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后面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有个按钮按下去 全部OK了 或者是说你可以制定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 叫做成绩函数 那成绩函数会问你说你的平均成绩多少 那它会把结果带过来 带过来的话可以是合格不合格 或者是ABCD OK 假如说我要带过来的ABCD 那怎么做 这我想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先把这一题先打开 然后想想看多重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